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234集 炎火一惊 就算是钟大红,也是身子异动,他尽管在沈雷族也看到过王林发威 但眼下再次看到,却是仍然对王林升起无限强大,不可超越之感 王林神色没有半点变化,尽管他此刻是在被追杀之中,暂时躲避在颠落之地 若是换了旁人,怕是万事避开,轻易不会选择出手 当王林修为通天,一生经历太多险阻,生与死之间徘徊数字 即便被追杀者发现,那又如何 即便是引来强敌,也丝毫不会因此,在自己仆人被打伤时不理不问 就如同他之前所说,你能忍,我不能忍 这世间呢,也罕有人可以让他去忍 眼下的王林早非往昔 他已然成为了强者,更拥有了强者的心 都说虎落平阳被犬骑,龙有浅滩遭瞎戏 但究其原因呢,却是那虎甘心被骑,龙甘心被戏 若他们不愿,谁敢上前 杀了中年男子,此事并未结束 既然已经出手,便要如雷霆一击,毁灭全部萌芽 王林右脚向着地面一踏 他锁在这宝塔顶层,轰然一阵 却是一道道裂缝,以他的右脚锁踏之处为中心 向着四周轰然蔓延 瞬息间呢,这地面就成了一片军力 轰的一声巨响,这宝塔顶层骤然崩溃 钟大洪一把扶住张姓老者 二人飘在半空,呆呆地望着下方 但见王林在那宝塔顶层崩溃塌陷中 身子立刻下沉,直接进入到了这宝塔的上树第二层 他身子刚一落下,四周弥漫无数碎石 突然之间一股凶焰,滔天而起 更有杀鸡疯狂爆发,一声嘀吼从此层内传出 与此同时啊,一道幽光直奔王林而去 王林神色如常,在那幽光临身的刹那 右手抬起,向前随意一抓 顿时就在身前有一个巨大的手掌 幻化而出,一把就抓住那幽光 任凭那幽光如何挣扎,也丝毫无法挣脱 在他虚幻而出的手掌内 那幽光剧烈地闪烁 其内却是出现了一颗紫色的珠子 这珠子煞气惊人 随着光芒越来越强烈地爆发出来 按歇珠,崩,一声嘀吼传出 那珠子顿时便由毁灭之力旋转 就在其要爆开的刹那 王林右手狠狠地一捏 轰的一声啊 随着那一捏之下 那珠子直接碎开 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冲击 却是把宝塔此层彻底毁灭 成物内,那之前被中年男子 称为少主的青年面色苍白 身子积极后退 但双目却是死死地盯着前方 眼中不由地露出震撼 这珠子倒也有些玄妙 王林冷漠的声音啊 从那城屋内传出 与此同时啊 其身影没有半点伤势 缓缓走出 在他出现的瞬间 那青年神色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更是头皮发麻 几乎魂飞魄散 他极为清楚 那一颗暗邪珠的威力 在偷袭之下 足以让一颗窥孽羞逝受伤 但眼下对方随意一捏 全部承受了暗邪珠之力下 竟然毫发无损 这种事情 让这青年整个人颤抖了一下 他害人之下 正要逃顿 王林右手一挥 立刻一片电光之网 骤然出现 顿时就弥漫着青年全身 一锁之下 此人惨叫中身体失去了一切抵抗 无法脱离 仿若被封印一般 飘在了半空 王林看都不堪意 右脚再次一塌地面 向下一层 刚一进去 便大袖一甩 一片火海轰轰而动 把此层中已然叙事待发 正要冲上前来的两个老者 轰然卷中 这两个老者被火焰一冲了 立刻身子矩阵 喷出鲜血倒退 更被火焰入体 形成了封印 飘向半空 抱真如蝎子一般 喜欢在地底裂缝 阴暗处搏动 哼 到了现在 还不全部出现 王林平静的一步走去 进入下一层 就这样 在其一层层之下 这宝塔内轰鸣不断 激烈的惨叫中 却是更多的暗蝎族族人 被封印之后 抛上半空 没过多久 漂浮在天空的暗蝎族族人 已然不是数十 阁下 欺人太甚 就在王林这不断的走入中 一声怒吼 从这宝塔被埋藏在地底深处的 最后一层中 轰然传出 与此同时 一股大力 轰轰从最下方呼啸 形成了一股风暴 骤然宣泄 直奔处于这宝塔中部的一层 王林而去 这风暴 视如破竹一般 不惜毁灭此塔 从下方一层层轰击上来 瞬息间呢 就有更多的气息融入 形成了一股 更为强大的冲击 转眼就直接破开王林 锁在一层的地面 轰的一声 破土而出 这风暴 清晰的展露在王林眼前 却是一只虚幻而出 近十张大小的黑色鞋子 这鞋子是被神通所化 出现之后直奔王林而去 王林目光一闪 身子没有后退 右手握拳 全身骨神之力 疯狂的凝聚而去 在那虚幻而出的 十张鞋子临近的刹那 王林右手轰然一拳出去 其拳头刚一打出 顿时就在他身后 出现了骨神虚影 同样挥出一拳 轰然的就与那蝎子 碰到了一起 巨大的轰鸣之声 在这一刹那 惊天动地 化作一股 无法形容的风浪 向着四面八方横涩 天地色变 大地轰鸣 就连这修真兴 都为之一颤 无数地方 立刻就掀起了 大片的尘土 轰得一身 这宝塔所有 露在大地外的部分 猛的一阵 却是咔咔之下 出现了无数裂缝 更是被这 扩散的冲击扫过 全部崩溃 化作无数碎片 轰然爆开 甚至就连隐藏在 地底的那一部分 也在这轰鸣下 立刻崩溃 在地底倒卷 使得大地 仿若地龙翻轨 向着四周 掀起一层层 如海面的波浪 浩浩荡荡地 扩散开来 更是在这崩溃中 数十个修士 从那爆开的宝塔内 被卷出 一个个面色苍白 喷出鲜血 看向王林的目光 露出滔天惊恐 四周光望的修士 更是急急后退 一个个已然背着 他们一生都没见过的一幕 彻底的震撼了 在那包塔崩溃的中心 王林全身一山 仿若被狂风一锤 发出拍打之声 低头长发 更是漂浮 但其身子 却是一动没动 右手收回 神色更是如常 低头看了一眼 下方大地 冷声道 伤我仆从 也叫其人太甚 你等太弱了 在王林下方的大地上 此刻露出了一个 约千张大小的巨大窟窿 其内一片有黑 原本是宝塔所在 但此刻宝塔崩溃 却是使得下方的一切 清晰入目 在那窟窿深处 一片残破的青石上 潘西坐着一个老者 这老者一身黑袍 袍子上 绣着一只争鸣的蝎子 这蝎子有些诡异 竟然足足有九条蝎尾 在其眉心 同样有一只蝎子印记 只不过与其衣衫所修相比 略有不如 足印之蝎 只有四位 那四条蝎尾垂下 弥漫老者脸部 使得他看起来颇为可怕 但此刻 这老者却是面色苍白 一口鲜血喷出后 猛地抬头 眼中露出凶光 整个人立刻一冲而起 直奔亡灵而去 我暗歇族 尽管只是小族 但却是颠落之地 被认可的372族之一 你今日与我族对抗 就是与整个颠落之地为敌 到时颠落大地 顶然绝不会饶你 区区天人第二帅 也敢在我面前如此说话 亡灵神色平静 目光如电 落在那老者双眼之内 右目雷光骤然一闪 却是天地立刻轰鸣 那老者面色骤然大变 在他眼里 对方已然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道雷霆 这雷霆从天而来 直接穿透自己双目 直接降临在了心神之中 心神轰轰 这老者面色 瞬间更为苍白 再次喷出鲜血 身子积极后退 眼中露出 无法置信之色 天人第四帅 这绝对是天人第四帅之力 该死的 我暗歇族 怎么会招惹了 这样的老怪 这老者正要后退啊 却被王林大袖甩动 右手抬起 向其虚空一撞 老者立刻就清晰的察觉 四周天地之力 疯狂的云涌起来 仿若在瞬息间 这天地被对方操控 化作无形牢笼 从四面八方 疯狂的直奔自己挤压来 他体内蓬蓬之声不断 剧痛传声 却是感觉 仿若骨头都要崩溃一般 生死危机弥漫 老者不敢再后退 他有种预感 若是再退 自己必死无疑 此刻 他不假思索 立刻右手抬起 在眉心狠狠地一拍 却是刹那间 其眉心足印 立刻诡异地蠕动起来 周然间 这四位蝎子 瞬息间 就从老者眉心脱离 飘在前方 迎风见掌 转眼就化作了 百丈大小 四条尾巴挥舞 发出哄哄之声 这百丈蝎子 极为争议 出现之后 仰天思鸣 四条尾巴形成残影 直奔亡林 抽击而去 那老者还不放心 咬牙之下 右手虚空一抓 猛地向前挥舞 却是一片幽光 骤然出现 瞬息间 在其四周 就有上百个傀儡 轰轰而出 每一个傀儡 都散发出 相当于 阴虚阳石的气息 此刻出现后 立刻就将 亡林环绕包围 所有傀儡 给我抱 老者神色争论 在吼出 这一句话的刹那 毫不犹豫地 立刻后退 亡林冷笑 看都不看 那四尾蝎子 与上百傀儡一眼 抬起脚步 向前一步迈去 波纹闪烁 其整个人 刹那 就消失无影 那老者正急持后退 但立刻 其身子就猛地一颤 却是在他后退之处 亡林身影 从虚无走出 随意地 抬起右手食指 直接向着老者 额头按去 死亡的阴影 在老者心神 无限弥漫 他眼中露出恐惧 正要闪躲 但实力的差距 却是让他 根本就无法躲避 眼睁睁地 看着那一指 点向自己眉心 那一指尚未落下 仅仅是指尖内 蕴含了气息 就化作轰鸣 冲击 进入老者体内 轰的一声 这老者身子聚振 其原神 背着一指之下 直接从体内震出 飘在半空 一动也不敢动 眼中恐惧之色 滔天 隐隐露出求饶 那四位蝎子 也同时消散 化作幽光 回到了老者 原神眉心 形成了印记 其失去了 原神的肉身 道卷化作一道弧形 向后抛去 鲜血喷出钟 喷的一声 狠狠地落在了大地 掀起尘土 还准备跑了 亡灵食指 点在老者 原神额头 缓缓开口 仅仅是指尖 夜寒气息 就可直接 让我原神出窍 肉身刀卷 众生抛去 若是被这一指点中 那我必然 行身俱灭 此人 此人绝不是 天人第四帅 这老者 原神颤抖 连连摇头 他此刻几乎魂飞魄散 那一指之力 让他再无任何反抗之心 这一指 根本就没有点在他眉心 但越是这样 他就越是心神颤抖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